哈喽大家好,我是帮他说话说哥们,再过这来关一把图兔的毛女啊 正方便的话,杂技拥兵心里加毛女 打封眼,那是真打不过呀 这打封眼,上来已经滑上了 看天赋好带的是一个张广风窗 没有点风窗,点了个彩板,拉满 呃,这套阵容打封眼我是觉得很难打 感觉没有太多的机会点吧 就是你的唯一的一个真正点就是风眼滑滑不到,追追不到 然后前期被拖了很久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除此之外,你说正常打,正常比如说这边找到毛女了 传送过去追,毛女6嘛 我觉得能牵制一会儿,但是6是肯定遛不动的 这个毛女即便是国服第1,我觉得也6不多 他得砸个板子,这边一块板子都不能下 这边板子只能砸头 那这样的话下了板子就吃刀,下了板子就吃刀了 吃一刀以后这边开车走 但是风眼是可以把这个,因为风眼已经看得见了 可以把这个毛女划下来的 这边肯定是把毛女划下来 先划一下,然后第二下有没有 第二下,这边再等,再等,翻下去也是死 翻下去的话这边封住了,那倒了 再调整一个镜头 很舒服啊,这个位置的话确实是针对不动 刚才就只有这样一个机会就什么呢 砸头,砸头开车可能还行 毛女的话估计带了距离吧 三点距离的 三点挣扎还是,三点挣扎 这个位置离椅子比较近 球人这边要救的话准备秒救 要准备秒救 我们看一下机子,外面的机子总量加起来两台半多一点 这个机子不太够啊 风眼这边挂上人以后外面密码机被干扰 后续求者的一个修机是比较慢的 三摇 但这边椅子离得太近了 他要挂到,他挂到一个背后是强体的位置 这样的话更好来防守 因为刚刚二战那边的那张椅子呢 他是一张凌空的椅子 那张椅子的话球者相当于比较好救 傭兵是已经过来了 但我觉得傭兵来晚了一点 不过能量还好180多 看一下吧,吃一刀 救不了 再划一刀 卡班救下来了 傭兵这边吃了两刀 毛女这边走的话我估计还是走不了 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到这边毛女支援的 只有傭兵这边可以死命帮忙扛 但帮忙扛也就这些时间了 这里的话你扛是吧 那我先把密码机封了 然后这边再来抓毛女 二挂毛女后一波杂技来救 碎下机子 现在的话机子还差一台半多 而且这边杂技待会要救人 心理学家的话这边先修吧 待会看优兵起来 要不要给一个移情什么的 一刀 没有太多可操作空间 没有太多可操作空间 这里 机子可以再干扰一手 机子可以再干扰一手 我们看一下杂技 杂技这边的话是选择秒救吗 秒救或者卖掉不救都可以 但是不要就是挂上了以后 这边封岩已经做好了准备来防守了 这个时候再来救 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救不下来 这张椅子的话不特别好 感觉周围是没有强体可以依靠的 所以说这边穷者 咱们看一下咱俩火球风 刚想说一个漂亮 你们看我的嘴型 这颗球跳的很好 但是吃了个震慑 是吃了个震慑吗 诶 震慑字也没出来啊 还是打不过 还是打不过 这个阵容打风也是真打不过 主要上来找到盲女 你上来比如说抓到杂技 牵制一下的话可能还行 这边50多的机子 一个护臂跳 还是被划到了 我们待会看到杂技这边 当时是吃震慑的吗 满血杂技怎么突然间倒了 这里心里机子能修掉 佣兵这边机子有点难 这个机子有点难 要等一等等到心里过来来尝试一波救人 或者心里和佣兵 这边是移情给一波 然后把这个杂技给捞了 移情给一波你还别说真可以 心里学家倒了就倒了 心里学家赶过来 这边被划倒了 应该被划倒了 那这样的话没办法了 这就守着就可以了 这边划倒 其实当时把佣兵这边状态补好 然后佣兵强行来救一波 我觉得也有可行性 救下来以后杂技这边毕竟还有球嘛 看看能不能牵制一下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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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